有了它不就猫草自由了吗 这个无土猫草种植很简单 种子浸泡8小时之后会更容易发芽 先凸上一层 然后倒水就可以了 多余的水会从这里排出 放在温暖的地方 第二天就会发芽 第三天开始每天换水 差不多一周就可以吃了 清洁口腔 排猫球 天然又健康 能吃猫草就不用胃化毛膏 就快吃完了 今天种了新的 加满水浸泡一瓦 会更容易发芽 然后爆出更有水分 发芽后接到盖子 猫草很快就能长出来 一周就可以吃了 已经到了换毛季 猫草可以帮助猫咪排猫 还能补充维生素 家里猫多的可以多买几份 吃完了猫草 再次利用 清洁口腔一尊 盖上蜂巢盖 加水至侧孔一出 一周后 开吃 不要再为不会种猫草找借口了 这个懒人猫草惯 加满水泡上一碗 把水倒到丢个一边 一周后你就得到一罐猫草 一起换毛膏天然的猫草猫咪吃了才放心 谢谢 谢谢 谢谢